大家好,我是楓葉 今天給大家做一個漂亮的桃花酥 我們需要240克的中筋麵粉 40克的白糖 80克的葵花籽油 再加上百克的水 然後我們把它和成一個油皮面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蓋上保鮮膜松弛一個小時 現在製作油酥 200克的麵粉 加100克的植物油 0.5克的紅色食用色素 攪勻 用手搓酥 然後蓋上保鮮膜靜置一個小時 好,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把這個紅豆沙也做好了 實際就是買來的 只是我把它又加了一些有機的椰蓉粉 水油皮搓成長條 一共16個劑子 然後我們把每個劑子 搓成圓一點的小麵餅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製作好的油皮 油酥拿出來 也是做成16個劑子 好,大家看一下 這個油皮和油酥就都做好了 第一個水油皮,第一個油酥開始做 每次工序都是這樣 因為你就給其他的麵團 有一個鬆弛的時間 好,我們現在把第一個水油皮擀成麵片 同樣把第一個油酥拿出來 放在裡頭 然後我們可以用虎口把它慢慢推上去 給封上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不要讓它油酥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這樣做完 油酥已經包在油皮裡了 再靜置十分鐘我們再開酥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開酥 用手把它均勻地向外按一下 用擀麵棍把它慢慢地擀成牛酥餅狀 這邊也開出去 就讓它裡邊的酥均勻分布 第一次開酥做完了 醒至了十分鐘 現在我們又從第一個油酥開始 再開一次酥 好,我們現在第二次開酥 按扁然後用擀麵杖還是把它擀出去 這樣就行了 再從前面把它捲起 每個油酥皮做好了 再醒至十分鐘 好,現在我們可以這個中間按一下 按下去 然後兩邊呢 把它捏上來 把它擀成小圓片 把豆沙包進去 你可以像包包子這樣把它捏 捏進去 這時候摁著點這個餡 把它扣過來 整整形 稍微擀得 薄一點 然後用這麼一個做一個中心點 我們在這個餅皮上滑五刀 我也做了一個這種黃色的油酥 可以當花心 然後蘸著芝麻呢 你就把它摁下去 就可以了 然後粘在上面 現在把邊緣給它捏成花瓣形 你可以正著捏 反著捏都可以 然後在這個每個花瓣上 輕輕劃兩刀 好,這樣我們這一個桃花就做好了 然後也是擱在保鮮膜底下 好,我們現在都製作好了 放在烤箱裡 165度烤20分鐘 最後烤得差不多快熟的時候 大概七八分鐘這樣 你可以蓋上一張錫紙 以免它烤糊了 好,我們的桃花酥和菊花酥就烤好了 賞心悅目的桃花酥和菊花酥就做好了 朋友們你們看其實並不難 只是用一點功夫而已 過去所謂高官後路的人才能吃到的點心 如今我們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做起來了 喜歡我視頻的朋友 請為我點個贊 關注我 訂閱並轉發我的視頻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是楓葉 我們下次再見 Goodnepetit 拜拜